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片当中我大概听到了一个最引起我关注的就是七年的一个概念 这七年当中一定发生了许多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王27岁来自山东是一名酒店管理 女主人公小崔28岁同样来自山东 是一名公司职员 有请有请两位 依然是大家熟悉的那只密码箱 依然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告诉对方的一个秘密 你们愿意把你们的秘密 在这个现场公开吗 愿意 愿意 七年了是吧 对 我们俩是初中同味 当时我就开始追他 当时我很矮很胖 然后 要不然就没看着他 到了大一的时候 有一次逛街我们碰见了 我觉得缘分到了 从那时候我开始发十一猛攻 攻了将近半个月 然后攻下来了 一开始非常好 基本上我们都没有红过脸 可是到后来就因为一件事情 对他 他之后就有点 听明白了 就是同桌的你原本应该幸福 但是追到手之后的这七年 发生了一些事 大家出现了冲突了 刚才他说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就怎么着怎么着 他是吞吞吐吐 吱吱吱吱啊 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吗 12年9月份 我们本来说得很好 就和家里人一起去迪拜旅游 就在这个时候 8月份吧 突然间消失不见了 这个人从此以后就是音讯全无 找不到他了 多长时间 大概12年12月份年底吧 医生也不吭 电话也打不通 从那之后就发现 对方都有改变 对不对 不 就是从那之后 我的改变就有了 我就对这个人很失望 就再也没有什么信息 哥们 你干嘛见了这半年 本来说好 一起去旅游 可是正在那时候 然后公司有点急事 说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当时我就属于那种 我的事不需要别人来 也不需要别人来 知道包括父母都不知道 我在外面干什么 然后就当天这个事 可能比较急一些 我就自己收拾行李 我立马去郑州了 去郑州之后呢 因为我就怕他知道 不高兴 我觉得哎呀 我们两天在那儿 我回来一个解释 他就会原谅我 你想得好 一次一次又一次 对不住 我打断一下 这能变成说四个月 不联系的一个理由吗 至少说我背了行李 我就怕他去埋怨我 当时在那儿工作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忙 你就是这么忙 不能打个电话啊 我就这不可能啊 我是怕你 我是怕你当时来说我呀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害怕我 那么最后你就不怕了 那么最后你就不怕 我说你了 我当时就那一个想法在那儿 你一个想法 那么你怎么可能成熟一点 我当时才多大呀 怎么成熟呀 多大啊 你还是想你多大啊 我有个更好的平台去看 你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你可以说啊 是不是啊 我这不后来跟你说了吗 你天气还挺有理的是不是 这样啊 我跟你说我对不起了吧 对不起有用啊 我当时我说错了 说对不起就行了 当时应该比这个争吵的 还激烈 对吧 其实那个当时不是因为 这就是单纯旅游这件事 因为后来是 为什么争吵到现在这样 是因为我准备在迪拜 求婚的 然后把这个事告诉他之后 他更生气 一开始不知道 就说家里一块去玩 这不他回来之后 可能是他想就是想表达 我是想和你在一块儿 本来去迪拜 我想和你订婚 他跟我说这事 但是我一听这事 我就更生气了 这么大的事 你都可以一声不响地走了 那你这个人我就觉得 完全就是让我不能再去相信 不能再去信赖的一个人 那为什么还在一起呢 就借此分开呗 已经四个月不联络了 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们在一块儿 这么长时间 我们家人对他印象也很好 他们家人对我也很好 双方家长当时也就出面 就是劝这个事 然后也觉得确实在一块儿 这么长时间还挺不容易的 然后就把这个事 这么慢慢就放下来了 其实包括现在 我心里都是三个字 对不起 真的 我觉得吧 当时年轻我比较爱玩 没想那么多 爱玩也得有个限度 他这不是一次两次 一声不响就足 他习惯性这个样 我们俩在一起吧 一好一个月或两个月 两三个月挺平安挺好的 或说他遇到什么不算新的事情了 他就不见了 你根本找不到的 那他回来之后你要解释吗 我当然要解释啊 我女人不就这样吗 你说两句好听了 我不是心软了吗 你这个你这个 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吗 但是你时间九十一次一次 又一次这个样 到了终身大事这种事情 遇到这种事 你还是这个样 那我还怎么继续再和你进行下去 但是我现在变了 以前你 你现在变了有什么用 你总是想我以前爱玩 然后不定性 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现在给你安全感 你却不要吧 对 我不喜欢了 我不想要了 我跑了三个字 在你心门门口的人 不让你进是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听这意思 现在是男生踏实了 是吧 女生开始折腾了 是这意思吗 对 什么门口 谁的门口 不让谁进 就是以前她说 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 因为这个吧 我就给她一个安定的生活 所以我才去改变 以前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都在外面玩 我现在不可能出去 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我说我扁 我稳了 她倒是现在倒出去了 你来的目的是修她的是吧 想给自己下个决心 一定要分开 我不想分开 因为我觉得七年的感情 一个人一生有几年纪人 好了 明白了 那我就可以接着问了 女生现在外面有 有新的男朋友吗 暂时没有 她刚才一直在说 等于你现在在外面玩是吧 也不是说在外面玩 只是说以前我的生活 就是围绕她多一些 但是现在就是我 以我自己的生活 围绕得多一些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 都回来了吗 她她时过就好了 但是怎么说呢 有些东西在自己心里 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变了就是变了 伤害了就是伤害了 就是我跟你说 你不要扯那么多 不要 你不要扯那么多 我就给你讲个例子 主任 当时吧 她八点之前必须回家 现在八点之后必须出门了 我就四个月回来 就我成这样了 我根本接受不了 我还要包容她 因为我爱她 是我的错 造就了今天的她呀 不 她八点以后出门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她朋友从哪儿 就冒出特别多了 最简单一次 我也在那儿谈客户签约 然后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干嘛呢 然后啊 我马上就要睡觉了 之后呢 我就和客户签好了 我们就去酒吧了 去酒吧之后呢 直接在厕所面上看她了 我就那个气不打一出来 真的 我现在都想这个事 我就上货 不是 你气什么呢 她跟我说她睡觉了呀 你骗她了 我没骗她 你没 你 我当时我是要睡觉了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 她在外面应酬嘛 我说一会儿就睡觉了 但是挂了电话之后 那么事情有变 我那女朋友心情不好 说你出来陪陪我吧 我说好 因为曾经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是我的女朋友陪着我 我让你说 当时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可不在 我的朋友在 那我不会心情不好 有事的时候 我不应该陪我朋友啊 你以前不演朋友之战吗 我让你出去 但是你最起码通知我一下 你以前干什么事 你通知我了 我以为你睡了呀 我也以为你在谈生意 在谈客户 我也不想打扰你 行行行 我觉得我应该知道她的情风吧 你觉得你应该知道我的情况 我以前我也觉得 我应该知道你的情况 我以前是 我以前觉得打电话 哎呀可烦了 一天打那么多电话 干什么忙 我现在也是忙 你一天给我打个电话干什么 我以前年轻谁不爱玩呀 我现在的 我现在不是爱玩 我现在是工作 你工作 你什么样是工作 上酒吧工作呀 那么你什么样的工作 上酒吧工作呀 我台湾约了和抗护去怎么了 你一个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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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内心的对他还有感情吗 反正是没有爱情 接下来听听老师们 怎么来看待他们这一段 纠缠了七年的情感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七年之痒嘛 我们俗说的 这可能就是一个 两个人在一起感情的平静 一开始肯定是好的 但是慢慢为什么就 变化这么大了呢 刚才这么激烈 那男孩一下子就 我接受不了他 就是原来那种 非常一个就是 很听话的关关女生 现在他能去 接受 他说的对吗 他说的是事实吗 我以前实现 也不是像现在说不好 然后自己不知不觉 也就这样了 然后我也 你就是从那份工作换了之后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没有无缘无故的 就是某一个时间点 你是不是觉得很 你这个男朋友 很不能满足你 就是精神上 心灵上 是 就是小时候 在一块的时候 我朋友也都知道 然后他的朋友我也知道 互相就是很透明的那种 之后就是突然间 我就走入不了 他的朋友圈了 比如说他要去晚上出去 干什么 吃饭了 应酬了 我说你跟谁啊 然后他就说 和朋友 和同事 我说哪个同事啊 你说你也不认识 哪个朋友 你不知道 反正我挺忙的 反正就这样 所以说就是 我就开始慢慢 不了解他的生活了 然后之后 也加上换了工作 再加上他的改变 我也有改变 我觉得我的生活 应该以自己为中心 就是女人就这样嘛 也许有着自己的事情做 不会想太多的东西 分散了很多的精力 这个时候他又接受不了 但是当他自己曾经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并不觉得很过分 或者说有问题 你觉得他失踪的 那个四个月 是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吗 还是说之前 就有很多这种事情 对 其实之前 就是日积月累 太多太多事情 压抑在一起 然后就突然间 我就觉得 人生不应该怎么生活 感情更不应该是这样 他刚才说你失踪了 你真的是失踪了吗 对 就找不到你吗 对 找不到 电话也不开 不接 电话他关机 要么就是开了机了 接通了 不接电话 以前嘛 我就心心不好 就动不动不就走了 找不着人了 我说我去朋友家住了 就朋友一个朋友住了 爸妈就不要上厨厂去了 但我觉得你太任性了 我最忍受不了的就是 男人这样说走就走 女孩都不能忍受 这个伤害特别大的 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些事 正好用了一句话 以彼之道 还尸彼身 你当时怎么对他的 他现在就是怎么对你 你们俩的所谓恋爱轨迹 开始是女生单方面爱着男生 她的心里全是你 而你心里它只存在一部分 否则不可能存在你突然消失四个月 不符合常理 现在转过来了 你现在一心想追回这份爱 但不好意思 他的心思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你们俩之间没有相互爱的那个阶段 作为一个男人 你消失四个月 那是成人做出的事吗 那会儿你的心里有他的位置在吗 你出去消失四个月 有没有告诉家人你去哪儿了 告诉 那为什么偏偏不告诉他呢 他那会儿是你挚爱的人吗 不是 如果你有那份心像告诉自己父母 自己远行的原因的时候 他在哪儿 他在你心目中的什么位置 我以前就是那样的 我承认了 你承认 所以你现在就得认这个结果 通过你的一次又一次的消失 他已经学会 他应该去找什么样的人 他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女生 其实并不是责怪你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认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 如果真是他 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了 不好意思 跟他说拜拜吧 何必拖着呢 何必拖着一个全身心爱你的人呢 这不是彼此伤害吗 一定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吗 一定要得到这份报复之后的快感吗 其实你在报复他的同时 自己的青春也被拴住了 所以你们俩之间应该 今天是时候做一个了断 你们俩现在没有互相爱 恋人一定是相互的爱 只有有了相互的爱才知道包容已改变 都没有 那就在这儿说再见 你消失了这么多次 对于女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那现在她成长了 可能在你当初刺激她的某一个时段 她突然间醒悟到 我作为一个女人 这个男人是靠不住的 那我要成长 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 当一个人没有一个支撑点的时候 她自己势必要站直了 那现在你的女朋友已经站直了 所以很多她的行为就不受你的控制了 你现在会认为她的很多举动 你不能接受 但是一定是有因有果的 现在流行一句话 三年之痛 七年之痒 所谓的三年之痛 是审美疲劳 所谓的七年之痒 是指七年人会彻脱彻尾的改变 据说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 人七年 全身所有的细胞 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感性 所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婚姻问题 虽然以前也有情侣在我们这儿吵 但没有吵得让我这么揪心过 我就感觉我在下面看 就是我是你们俩孩子一样 看爸爸妈妈才这么吵 这男生吼着嗓子 面红脖子粗的在那吼 女生面无表情的这样的回应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愤怒 动不动把自己的爱人随意地丢下 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出去四个月 你也不知道四个月 他会干嘛 说人就人 他也不是人办的事 而我今天还不赞成 女生回来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面红脖子粗 因为你在吵的过程当中 无一每一句话不是在说 我回来了 所以你也必须回来 当初是 是我的错 你即便是承认错误 都那么的不诚恳 都认为 好像我错了就是错了 你必须接受我的认错 那么我今天回来了 你也必须原谅我 凭什么 当你把人家扔下四个月 什么都不管的时候 不管他喜怒哀乐 生老病死的时候 你死哪儿去了你 我说这所有的一切 就是为了谴责你 但是我丝毫没有从 谴责你的过程当中 我得到任何快感 因为我也为你心痛 七年嘛 确实是七年 现在心里难受了 想把他扒了回来 完了 但是我觉得 不管他今天能不能回来 你能不能低声下气一次 可以 你必须这样做 因为你那四个月太残忍了 你每次说都就走 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 我已经给了你建议 女生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的心已经凉了嘛 人怕伤心 树怕剥皮嘛 伤了一次两次三次以后 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了嘛 有很多老师都说 不要用不是损失的损失 来胁迫自己 什么叫不是损失的损失 就是已经过了七年了 毕竟有七年了嘛 中国人都这样想 毕竟七年了 不容易凑合着过吧 不是这样的 人生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就这样 我会从另一个角度 让你去思考 一个24 5岁的男人 他如何懂得 像一个成熟男人一样的 那么去爱女人 甚至我觉得 一个27 8岁的男人 有一天他明白了 家是最重要的 这大概已经变成了 一个男人身上 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了 当然前提条件是 他真的明白了 这是我请你考虑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其实就说点闲片吧 现在经常有些人喜欢说 最可怕的火灾 是什么火灾 叫老房子着火 你知道什么是 老房子着火吗 老房子着火就像我们这样 时间越长 积累越多 这火就越大 为什么火会大呢 太熟悉了 太了解了 所以真的把它烧掉之后 也许新房子盖起来 连老房子一半还不如 心可以死 手可以分 你也一样 不管是因为我们年龄小 我们不懂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错了 我们承担那个错误 你告诉我 你现在最不能接受的结果是什么 其实来着之前嘛 说实话 刚才 包括我刚才脸红脖粗的时候 确实我真的没 那是性格上的东西 然后怕丢 然后我们俩这么自从最后一次和好了 一直时间长了 就一个月见不到几次面 你就直接告诉我说 你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是什么 她会离开我 离开 好 恶恶女生 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 其实好的时候 他真挺好的 也挺优秀的一个人 在一块也很开心 好的时候也很体贴 但他就是这个毛病 动不动就不见了 一开始也是接受不了 之后慢慢地就有种习惯的感觉 但是到最后我就是 我觉得人最怕的就是死心吧 就对着人失望 心可能还没死了 只是现在被什么东西蒙上了 没关系 就当他死了 没事 没有人强求任何事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今天你们分开了 你觉得有一天 你们还会在一起吗 不会 永远错过了 对吧 对 好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元 太多太多让你伤心事了 我没有别的话就三个字对不起 真的 其实怎么说呢 对不起 曾经也挺开心的 也挺美好的 我现在也不想看到你难过 我希望不管我们以后好 在一起或不在一起 我希望我们都是快乐的 我们的将来都和曾经一样快乐 甚至更快乐 我相信我们将来以后 都会彼此更好的 请换箱子啊 爱我 请关门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格器 如果你是女生 你接纳这样一个男人回来吗 接纳是赞成 不接纳是反对 各位请选择 75%的现场观众说 我压根就不接纳 我们听听大家的声音是什么 不接纳 理由是什么 男的感觉不负责任 女的心凉了 再雾热了挺难的 所以我们别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 原谅吗 我是不赞成的 能够四个月都不联系她 我觉得可能心里已经不爱她了 我也不能接受 一个男生那么久的时间不联系 谢谢啊 有些事错了真的不能回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5 4 3 2 1 杰丽雅提醒您精彩栏目稍后继续 杰丽雅提醒您精彩栏目马上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哎呀 先给大家看男生的 男生给女生准备了一盒挺好的粉底 男生就写了一句话 之所以为你准备了粉底 是因为我接受了你所有的感觉 女生看到这个之后依然走了 就是我们老师说的嘛 心伤透了嘛 对吧 我看这个女生这口箱子的时候 实际 哎 我因为工作的调动要离开这座城市 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生活有很多太耐我们嚼的东西 我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分享我们四位老师的智慧精华吧 一起进入杰利亚爱情保鲜剧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爱情起于激情是善始 安于平淡才能善终 人世间没有什么是绝对永远属于你的 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珍惜把握 也许当你不小心撒手的时候 他永远就成为别人的了 一切比被逃 好 好